今天晚上的话题呢 我们谈孩子的情商和领导力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呢 其实也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职业 这样的一个经验出发 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 那这个思考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 我们到了加拿大之后呢 其实作为家长都对孩子的教育 有一定的期待 那在国内可能更多的 这个教育的角度是指的学习方面 主要是看他的成绩怎么样 竞赛怎么样 各项特长怎么样 但是到了加拿大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学习成绩这件事情呢 不是不重要 但是只有学习成绩会远远的不够 我们举例子来说呢 在北美这边 不管是美国或者加拿大的这个大学 在申请的时候 我们除了学习成绩 我们的SAT成绩以外 我们还是要有申请文书 有各种课外活动 有推荐信 所以很多的因素 最后才能够决定 我们是不是能够 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进入一个特别优秀的大学 那前一段时间可能也有人关注这个哈佛的输送案 那么他提到说 一共有四万多名 四万名左右的申请者 最后录取了不到两千名 但在这个四万多名申请者里边呢 其中有八千多人 他是有perfect GPA的 也就是说他的学习成绩是全优的 全A 那么还有三千四百多名呢 申请者 他是有perfect SAT的数学成绩 数学成绩是满分 还有两千七百多名呢 他的wordbook的SAT成绩也是满分 但最后他只能从这些所有的成绩满分的学生中 只挑出不到两千名的作为最后的录取 所以这也给我们看出来哈 就是说其实在北美这边 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样进入大学这样一个门槛 尤其是名校 那么我们绝不仅仅是看成绩 而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其他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又从职场的这个角度 再来做一个分析 其实我们华人的孩子呢 学习成绩很优秀 然后通常呢 这个白人也会觉得说 我们的亚裔的智商都蛮高的 数学特别好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会形成整个北美社会 对华裔 尤其对整个亚裔吧 的孩子 有一种刻板的这种印象 这种印象就是觉得 好像所有的亚裔学生啊 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性格 那或者也说 没有什么leadership 没有领导力在这里边 就是这种亚裔的形象 比较刻板摆在这里 所以我个人呢 也是从这种 一个是看大学的录取 一个是看这个华人孩子 我们未来的职业发展 所以也是想能够未雨绸缪 虽然我们将来的这个孩子的发展 可能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或者像过去这样 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但我想如果我们的家长呢 作为比较有远见 我们可以更好的为了孩子的将来 来奠定一点基础 所以我们可能从小就比较有机会 去看孩子的leadership 然后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从小发展 很好的领导力 那么他不仅仅只是成绩好 成绩好当然很重要 但他同时又有自我的驱动 有自我的爱好 有他的强项 有他的目标 同时呢 有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可以领导多个种族 不同的孩子 将来在职场上也取得成功 好 这是一个背景 下边我就切入正题 首先就是说这个领导力的事情 我们先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谈领导力的时候 我们在谈什么呢 在这里我想先说一下 领导力不是什么 好澄清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 概念上的误区 第一呢 领导力 我想说的是 它不是一种地位或者权力 也就是说 不是他在某个组织中当了领导 他才有领导力 换句话说 就是说即使您的孩子 比如说他没有当过一些什么 俱乐部的主席或者什么会长 但他不见得没有领导力 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 做一个区分 第二个误区呢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领导力是天生的呀 说这可能是一种特质 这个人一看很有魅力 然后很有很多 这个生下来 这个孩子就很外向 性格很好 或者说很强势 甚至说在孩子里边 可能就是看起来就像个领导 就是一个孩子王 那说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他才有领导力 我想说的是 这也是一个理解上的误区 并不是领导力不是天生的 不是一些特质 只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才有的 其实呢 我们可能在历史上看过很多这种 名人啊 或者是一些这种 中国的帝王 或者是美国这个政界的领袖 他们都很有领导力 但是我们说 我们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 在他的这个学业 在他未来的职场上 都可以体现他的领导力 不需要天生的一些特质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谈一谈啊 说领导力 那不是这两个 不是一些权力和地位 也不是说天生就必须有的 那其实我们说的是 他可以后天培养的 他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日常的学习中 孩子的社会关系中 慢慢去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回到 我们一个领导力的概念 那到底什么是领导力呢 这个领导力 我不想用学术上的定义 但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领导力的几个要素 第一呢 他的要素就是说 他不是一种特质 我们刚才提到 但他可能会是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领导力 是您的孩子 或者是您自己 和其他人 一个团体 在互动的一个过程中 向他人 去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里边的几个要素 第一 我们就总结一下说 您是能够影响一群人的 不管您是通过 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这个具体方法 我们后边再讲 但是说是可以去影响他人 带领他人 朝着一个目标 去鼓励他们 带领他们往一个目标去前进 第二个要素呢 就是说要有目标 这个目标呢 不是外在给予的 不是说我们要完成一个任务 不得不去做 我们之所以强调立得好 这个领导的概念 而不是管理的概念 是说我们是为了一个这种 整个集体 从这个领导到这个 他的追随者 就是整个这个团体的 一个共同的目标 去努力 这个目标是大家所追求的 所向往的 所以要有一个目标的实现 那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领导的是谁呢 是 是人 也就是说是有一群人 去跟随你 有followers 那么你才是一个leader 所以我们不是具体的管理一件事情 做一个任务把它完成 而是说我们要管理一个团队 一个群体 带着一群人去做事情 是人的话呢 那其实就在领导人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不确定性 这个人可能会遇到自己的困难 可能能力不一样 可能意愿不足 那都需要领导在这里边 起到一定的作用 才能够把这群人给带起来 朝着我们说的目标去实现 去努力 所以领导力 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怎么做呢 就是听起来好像 没什么感觉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整个 这个西方社会呢 在研究领导力这方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模型 理论和应用工具和方法 今天我想讲的呢 是其中的一种 能够在生活 在学术界 在职场中 被大家比较广泛认可的 这样的一种 和领导力相关的模式 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 第二个概念 就是情商 那么在这个 大家可能有人会听说过 就是在情商的这个 创始人这个概念 提出者 Daniel Goldman 所写的这个情商 这本书里边 对情商做了很明确的 一个定义 然后以及呢 在他后来的文章里边 又把情商和领导力 能够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呢 我就会从情商的角度入手 给大家把情商 这个概念先讲清楚 然后我们再讲讲 情商和领导力 怎么样去相互的 有一个连接 以及最后呢 说我们如果作为家长 真的针对孩子 有什么小的办法 怎么样应用 能够提升孩子的情商 从而提升他的领导力 我这里呢 发了一页图 那么今天呢 我知道大家听语音 在看图 可能切换不太容易 所以我今天所有讲的呢 只用这一张图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图呢 其实他左边 大家会看到四个方块 用英文的 那其实他讲的 就是情商的一个构成 那在右边的几行字呢 我们讲的是情商 和领导力的关系 这是今天讲的 整体的一个框架 我先从左边情商这里啊 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概念呢 就是原来我也会看到 很多这个微信上的文章啊 或者是各种公众号写的 也会提到 把这个情商的概念呢 做了很多的隐身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 可能会有些误读啊 以至于这个概念 甚至都变成一些负面的 这个词汇了 但我想在北美这边呢 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子 情商它肯定是一个正面的 而且它是需要一个人 非常怎么说 高情商是一件特别难得 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能力 能够使得这个人 在未来取得成功 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 原来的那个情商的概念 先抛除一下 我们看看就是说 最原始最本来的 这个情商的定义 是什么样子 在情商 我们看这个四个向线 四个方块这里 我们的左上角 它讲的是 自我的情绪的认知 这个维度 然后在它左下角呢 是指自我的情绪的管理 那在右上角 这个方块里边 我们讲的是对他人 对外部环境的 一个情绪的认知 那右下角呢 就很自然的 我们可以大家猜得到 它就是对他人的 一个情绪的一个管理 或者说一个激励 一个发展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四个向线 我们先从自我情绪的 认知来谈起 可能大家会觉得 比较奇怪 说我们谈领导力 为什么变成情绪的 自我管理 其实在整个这个情商 这个理念和领导力的关系 自我情绪的认知 接纳和管理 是我们真正发展出 个人领导力的一个特别核心的理念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领导 他自己情绪管理不好 总发脾气 我们不大 不大可能觉得 他真正能够成为一个 很好的领导 他自己都管不好 他怎么能够去管别人呢 那自我情绪的这种认知 我们先谈左上角 这个第一部分 其实就是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可能也在微信上 会看到很多段子 就是说家长呢 辅导孩子作业 特别容易生气 气得心脏病 甚至说气得出家了 这种故事 我们都在流传 说为什么看到孩子 写作业 辅导孩子写作业 会这么让人生气呢 这件事情 我想说的是家长呢 其实在这个环节 正好可以练一下 自我情绪的管理 怎么练呢 把这个事情分解一下 自我情绪的认知啊 还没到管理这一步 怎么练呢 第一步呢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 我很生气 这个事情 我们把它做一个慢动作分解 分解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发生了什么现象 我们发生的现象 有可能是孩子磨磨蹭蹭 坐在那一个小时 东张西望 作业没写几个字 OK 这是一个事实 它发生在这里了 我们把这个动作步骤 先分解出来 然后分解到下一步 这个事实发生在那里 每个人情绪可能会不一样啊 如果他不是我的孩子 我才不会生气呢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呢 我看到这个情况 有可能我会生气 那我就这个时候自我体 感觉一下 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可能是喉咙发紧 然后我可能这个脑门冲血 我也可能胸口很堵 这些呢 会告诉我说 哦 我的情绪上来了 我现在是一种很生气的状态 OK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 我们把这个动作分解成 第一步发生了什么 第二步 我认识一下 我自己发生了什么情绪 所以在这个情绪的自我认知这里啊 其实这可能是我们一般在这边 就是在西方教育里边很小 我们就鼓励孩子来做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讲一些故事哈 或者读一些绘本 我们来教教育孩子 来表达他的情绪 就是能够认知到他自己的情绪 并且用语言给他表达出来 那今天他现在很开心 对不对 他高兴坏了 因为他玩到一个好玩的玩具 或者说他很生气 因为小朋友把他玩具弄坏了 那也有可能说他很委屈 因为妈妈委屈他了 批评他了 他觉得特别的难过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 能够认识到自己 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情绪 而且能够给他 很好的表达出来 这样就实现了他的第一步 自我情绪的一个认知 但是这个认知呢 这是第一步 好我们提到 但紧接下来 如果我们往左下角走的话 我们看到是一个 自我情绪的管理 自我情绪的管理 就会衍生出说 我认知这个情绪 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好像我们辅导作业 很生气 那下一步 我们是骂他一顿 把他作业扔掉 揍他一顿 还是我们没关系 我们自己想个办法 自己把自己的情绪化解一下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情绪管理的一个步骤 但在这个情绪管理的时候呢 有一步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要接纳这个情绪 我还是拿假讲自己举例啊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情绪蛮熟悉的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 是我们接纳自己真的很生气的 这样一个情绪的产生 这个情绪的产生是没有对错的 我们不需要去责怪自己 说我辅导作业很生气 这个事情不对 为什么我怎么生气呢 然后就很责怪自己 其实这个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完全没有必要 任何的情绪是没有对错的 它都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我们就接纳它好了 我们说我现在是在生气 或者我有的时候是在难过 那有的时候很开心 我们认知到 OK我们就接纳它了 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自己这个情绪压抑住 这个也想说可能会是在中国和这个北美教育 就是家庭教育里面很不一样的 在国内呢 包括我自己小时候 父母也会这样 说哎呀你怎么 这个为什么又哭了呢 为什么心情不好呢 觉得这种情绪的产生 它本身就不能容忍这件事情 你不应该难过 比如说你做错了事情 被人批评了对不对 那你不应该觉得生气啊 你不应该委屈啊 都是你的错 你怎么还觉得不高兴呢 其实我们想一想 即使是自己真的做错了 然后被别人教训了一顿 我们真的会立刻就变得情绪很平和了吗 其实我们自己也做不到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真的开车 我停车没有停好 被警察贴了个罚单 那确实是我错了 但是我第一步呢 我可能还是会有情绪的 我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我被贴罚单了 然后我会意识到说 我的情绪对这个罚单 我很生气对不对 或者我也挺自责挺懊恼的 说我怎么就稀里糊涂的 就停在那里了 然后我为了要交这个罚款 又损失了几十元钱 我自己会很生气 所以这些情绪呢 都OK 我不会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错 我就立刻变得很平和 然后很开心的说 OK 我有个罚单 OK 这个好像不太现实 就是我要接纳自己的情绪 我确实不高兴 接下来才是想啊 那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并不能说因为我自己情绪不高兴 我就不交钱了 我就和警察对着干 这个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刚才讲的呢 就是一个情绪的自我认知 一个接纳 那接纳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自己再想想办法说 怎么样去处理 对不对 接纳这个事情呢 刚才提到在国内和在北美 会比较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尤其是在北美这边呢 那么家长一般都会对孩子 就是孩子太小了 他可能听不懂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道理 但我们的家长会帮助他 我们会告诉孩子说 哦 你看起来 可能一开始我们先问问他啊 你有什么感觉 那如果孩子说 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在生气 在难过 或者是在很郁闷 很委屈的时候 我们家长要表示一个认可 我们不要反驳他的情绪 说他是错的 刚才提到了 没有对错之分 我们要认可一下 这种事情发生了 你一定是很难过的 我理解 只有当这个情绪被接纳之后 人的行为才会 我们才会目过到下一步 就是想一想 我们有哪些行动来 处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在这里边的话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三脑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因为这个对情商的 实在是连接的太紧密了 所以我把三脑的这个理论 再和大家很快的讲一下 以及讲讲他和情绪是怎么样挂钩的 三脑理论呢 在整个的这个心理学 或者是说情绪管理中都特别的相关 那么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人的脑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会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形成三个不同的脑的区域 那最原始的是爬行脑 也就是说爬行动物时期就有的这个 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本能的脑的这个功能 那么它会帮助我们在生存层面上 比如说遇到这种危险 致命的情况下 我们有一个直觉的反应 我们是对抗还是逃跑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能够 虽然功能比较低级 但是它是我们最原始的这个 生存层面的一个大脑的功能 然后随着我们的进化呢 到了哺乳动物时期呢 我们发展出一个情感脑 我们也会有人把它叫做哺乳脑 哺乳动物都会有的一些情感 这个情感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谈到的很多情绪 我们都会在情感脑子里边去进行一个运作和控制 这个情绪通常会有一些触发点 比如说我们提到了看到孩子作业没有写完 字写的太难看 我们这个情绪脑就会被触发 然后他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我们整个情绪就会把它调用起来 让我觉得愤怒啊 或者是一些不满啊 然后也可能有其他的情绪都在里面 这个情绪的触发和调用呢 和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相关 因为我可能以前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所以在再次发生的别人身上的时候 就会触发我的这种记忆 我的情绪就出来了 那最新的一层脑呢 我们叫做这个理性脑 它是真正在最近的这个几万年之内才形成 也是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 能够做一个彻底区分 使得我们站在这个生物链最顶端的 这样的一个脑的功能 我们叫做这个理性脑 它是负责整个思维活动的 它会思考 会分析 会面向未来做预测 做很多决定 以及有很多创造力 想象力 都在这个理性脑这个层面去工作 所以从我理解情商这个概念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用理性脑来接管我们的情绪 因为本来情绪的触发 我们是在情感的这个脑功能这里去传生了 所以我们情绪一旦爆发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不理性的 这个其实大家也会看到很多例子 并不是高智商的人 他就一定情绪很稳定 或者说情商也很高 其实他在情绪被触发的时候 他可能做出一些非常不理性 很极端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都不可以想象 包括之前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学生抑郁啊 或者说进入大学之后 遇到了很多情绪上的问题 没法处理 导致了他这个一些自杀的行为 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去 真正特别好的处理情绪 造成的一些后果 那我们之所以提到说 在我们情商 我们对情绪的自我的认知 以及接管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接纳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理性脑去代替情感脑 来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决策了 我们就说好的 我知道你很生气 对不对 你很愤怒 OK 我接纳你 所以这个时候情感脑可以放松一下了 说你不用工作的这么紧张 那接下来我们用理性脑 我们这个最新的人类的大脑去思考 他就会思考一些说 我们怎么样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吧 怎么样想想解决办法吧 我们有什么这个学习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更有效率 作业写得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理性脑接管的时候 我们做的决策 其实是最符合我们现在的 这样一个社会活动的 但在情绪脑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东西都阻断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 整个情商最左边的这两个 第一情绪的自我的觉察 第二个呢 就是情绪的自我的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觉察到情绪了 那个时候情绪脑袋被触动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理性脑去接管 所以这是对于自我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目到右边 对于他人的 对于社会的 这个时候同样还是两个步骤 第一个呢 我们会讲在整个对于他人的 这样一个情绪的觉察 这个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领导力的问题 其实我们之所以领导的是人 不是事情 换句话说 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呢 人他是一个 他的很多决策行为 是用情绪来决定的 我们以为 那这个人都是很理性的 其实不是 即使我们承认也不是 我们在生活中 工作中 很多的行为决策 可能会是在情绪下 激发出来的一些决策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的 察觉别人的情绪 并且有效的管理 对于我们领导他人 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在右上角的这个象限呢 就是谈到我们觉察他人的情绪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种 同理心 或者叫共情的一种能力 也说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别人好像不开心 包括我们对于很多孩子 我们也会发现 有些孩子之间的这个差异 尤其是很多女孩呢 他可能比较早的就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 他能够觉察到父母 或者说他的小伙伴 情绪上不太好 而且很多女孩呢 这种人际关系啊 这种导向蛮强的 所以他会非常有同情心 他会愿意照顾别人 他会体谅别人的情绪 说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我愿意安慰你一下 但我想说的是 不能因为我们有些男孩子 我们觉得出现条一点没关系 他可以不理别人的情绪 该做什么做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对于他人情绪的理解 这种共情的能力 同理心 不管性别 然后其实都是特别重要的 那男孩子呢 他可能生理发育上晚一点 情感成熟的晚一点 但随着他长大 他也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他才有可能去带领他的这些伙伴们 兄弟们也好 大家作为一个团体 去向一个方向去做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 我想稍微提一下 就是这个对他人的这种同情心 还有这种这个共情的能力呢 我觉得会遇到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有的孩子会特别体谅别人的情绪 他特别知道父母的想法 特别知道讨好别人 这种情况呢 如果他是建立在对自我情绪的正确的认知和管理的基础之上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问题啊 但如果说他是压抑了前面 就是他对自我的情绪完全被压抑掉了 他只是为了别人的情绪而存在 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做法 而且是不能持续的 也就是说他自我还没有稳定呢 他只为了别人 这个这种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长期的这样维持下去的 然后再说这个右下角 其实就是发展出了一些社会的能力 我知道了自我 然后知道了别人的情绪 那么接下来我要管理他人了 这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的技巧慢慢的放进来 我怎么样去影响他人呢 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谈话的方式 这种人际关系的相处 和大家teamwork团队合作 或者说我public speech 就是我去做公开演讲 或者说我文章写得很好 各种各样不同的技巧 在这个最后边这个象限里边都要体现出来 我能够影响他人的能力 我能够管理他人的能力 其实就是你是一个真正的leader了 但这一部分要有前面几块 作为一个基础 它不是只是凭空构建后边那些技巧 那些技巧是可以练的 但前面这些呢 更多是在他家庭成长过程中培养出来的 所以这四个象限简单讲了 介绍了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会说 那这几个情商 我们提到了四个维度 我们和领导力有什么关系 那其实也比较直白 我们看到那张图的就是靠右边的 我这里列了五项 第一个呢就是self awareness 其实就是对应我们象限的第一部分 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有足够的自我觉察 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核心啊 其实就是说其他大家看到你的行为 你的表现都是冰山上面的一角 但是呢冰山下边这个隐藏的水面下边 很多的是我的自我的觉察 自我的管理 只有这样的话 我有足够的自我觉察了 我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自信心 有自己的这种自我驱动的能力 同此时呢孩子也会有 就是说他知道我要什么 其实在我们这个 就是在这个加拿大这边呢 大家会觉得很多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呢 好像没有那么 就是整个社会环境是很宽松的 那可能孩子不管是你的学习成绩很好 然后收入也还不错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这个当然很好 但即使说成绩不好的很多孩子 他其实可能将来去文马做生育人员 做一个labor工 他其实也没有一些生存上的压力 他还是可以享受很好的社会福利 然后他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很不错 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外部的危机 在逼迫孩子学习 说你考不上大学就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找不到好工作就怎么怎么样 这种压力已经不太存在了 所以我们家长可能也把那根弦可以放松一下 但在外部压力缓解的情况下呢 其实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孩子自己找到他自己的驱动力 他到底为什么要学习 他到底喜欢做什么 他将来想做什么职业 如果他找不到自我的驱动力的话 我们靠家长外部施压 这个是施不动的 所以一定是孩子自我驱动 那么尤其是他上了大学之后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自己就会努力的 不需要家长跟在后边去督处去照顾他 所以这些呢 是建立在他的一个自我觉察上 他知道自己做什么最好 他有信心 有自我的驱动 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然后这个自我控制也是一样的 可能我们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家长控制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我们可以让很听话的孩子做很多事情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到了青春期一定会反叛的 或多或少吧 而且这个也会对我们的亲子关系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个时候我们能控制的是非常少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他比较早期打好这个基础 让孩子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他能够自我控制 同时呢 他知道我们家长是接纳他的 换句话说 他不开心 他可以很放心的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不会去批判他 我们不会去指责他 所以OK 那他将来越长大 他不开心的事情可能会各种各样 很多我们家长都是理解不了的 那那个时候他还觉得很放心的去和我们说一说 其实这对整个亲子关系也是蛮好的 第三点motivation呢 其实前面也涉及到了 因为他有自我觉察 有自我自信 然后他也有自我驱动力 他才会有motivation去做事情 包括他申请大学 将来毕业的工作 甚至说他想有一些这个 自我兴趣爱好 包括他这个找什么样的人恋爱 结婚就很多事情已经都是比让我们家长能够想象的范围了 那所以他是要有一个自我的这种驱动力放在哪里 最后两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这种共情的能力 就是同理心能够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 以及最后的social skills 就是他在社会上所发展的各种能力 从这个家长培养孩子的角度呢 我并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 但是就是从我能够观察到以及理解到的一些情况 那在自我的情绪认知上的话 其实在很小学龄前 我们就开始家长来个提示他 能够给他自己的情绪正确的表达出来 我是愤怒还是伤心 还是这个很开心 孩子从学龄前就有这个表达的能力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那可能在他整个这个学龄期间 从这个K到12年级之间 他是一个慢慢的自我 self management 以及这个右上角这个维度和觉察他人的情绪 这两点都会在不停的发展 那我们家长也是可以去不停的帮助孩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一些比较好的问题啊 就是说问问他的一些情绪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我们家长自己也要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 说我很愤怒 我对孩子不写作业这事特别生气 但我给自己憋着 憋着一直不说 憋到了最后某一天实在不行被触发了 我就爆炸一下 其实就是说我们家长自己的情绪管理 情绪认知都没有很好的做一个表率的作用 那我们说这个孩子 他也没法从家长这里看到一个示范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自我情绪管理和这个理解他人情绪的时候 我们家长是可以做一个表率的 我知道这个对于国内的整个这个家庭环境来讲 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比如说我父母他从来不会问我 就从来不会告诉我说 哎呀说我很担心你啊 你这个天天加班是不是很辛苦啊 他不会他不会这样跟我讲的 他就是看着我 然后哎呀会有一些抱怨 说你怎么又加班啊 或者是用一些这种质问的口气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不太好好说话 那我妈妈做个例子就经常这样 跟我唠叨很多事情 但其实我知道他的情绪 他的焦虑的情绪来源于对我的一个关心 所以他有焦虑 但他这种表达方式呢 并没有是不是我们这个所期望的一个很理想的这个情商的概念 所以前面几个呢就是前面三项都是我们在家庭环境中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然后在右下角的这个对于外部的一个社会关系管理的能力呢 其实可能往往在孩子孩子在整个学校过程中就会不停的被培养出来 那比如说在学校他们都有teamwork 大家会一起合作项目 孩子可能今天是这个项目的立的 明天可能在另一个组里边做组员 所以这种轮换的机制本身就让孩子不停的去建立这个teamwork啊 和这种团队合作的能力 尤其是这个到了更高年级的一点啊 其实这边的学校也有很多机会 比如说各种俱乐部 各种演讲 然后怎么样去写作 这些都是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提高 他的这种对外的这种社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我们去支持他 支持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让孩子因为他有了前边的做基础 他自己有驱动力的 所以我们家长只要在他上了这个中学以后 我们多支持给他时间 然后适当的投入 那让孩子去发展自己的一些特长 这个就可以做到我们这个整个情商的最后一步 怎么样提高对外的这样领导他人的一个社会技巧 所以刚才呢 把整个这个情商和领导力的概念呢 和大家大致的介绍了一下 然后这里边具体的操作呢 我想最后再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家长到底能做些什么 其实孩子的不同阶段发展阶段不一样 然后以及各个家庭的不一样 就是我能够想到相对来讲 比较通用的一些方法吧 第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 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自我情绪的认知 我们鼓励他表达情绪 我如果不高兴了 我会告诉孩子说 今天妈妈有点难过 因为我工作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所以我现在有点情绪不太好 我可能想自己待一会儿 或者我放个音乐吧 调解一下 OK孩子知道我在这样做 那么他自己也会慢慢的想一些办法 孩子如果真的心情也特别不好的时候 我们家长也可以去问他 说哦 说那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哈 而且我们家长要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性 就是他要最后 他的目的是要自己学会调解自己的情绪 我们不要什么都替他做了 说你情绪不好 那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 或者是我带你去干点其他的事情 其实我们让孩子自己去选 那孩子有可能说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挺好的 他自己待一会儿以后自己会调解 或者有的孩子 他可能慢慢就发展出其他的方式了 他说哎呀我自己很生气 我回家打打枕头 或者是我自己怎么怎么样 你不要管我了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相信他 放手让孩子去做自我的一个情绪的管理 我们不要太扑视 我们不要太担心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过程 孩子也是这样子 所以刚才总结的第一点 我们在家庭里能操作的就是 鼓励双方 家长自己和孩子自己表达情绪 以及自己来慢慢处理情绪 适当的彼此给一些空间 然后第二个呢 我就想说在家里呢 就家长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提问性的这种 提比较好的问题 能够让孩子慢慢的提升他的情商 举个什么例子呢 其实就是说在家里呢 我们可以比较开放性的 然后作为一个不带评判的方式去提问 不带评判呢 就是说不要反问 不要质问 我再举一个不好的例子 大家就知道 比如说我要去上学 或者我自己要去上班 那如果我妈妈看到了 可能就会说 你真的就穿成这样子去上班 这个的话一下子就让我心情很不好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本身 就是一个带有评判性的一个问题 他其实是在质疑我 在这个反对我 那么我们对孩子说话的时候 也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在提问的时候 我们不要带这种预先的评判性 而是用这种非常开放的一个心态 我们就是想知道一下 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然后如果他真的是很开心 说那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然后很不开心 我们问一下说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事先去扎着 他说你怎么又不开心了 你怎么天天不高兴 你去学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就这种问题其实都是在压抑情绪 然后已经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去释放他自我的情感 前面就是提到两个 就是情绪表达 以及用比较好的问题去鼓励孩子 那我在想说第三点的话呢 尤其是对于我们移民这边呢 这也是个人的一点感想 这个就聚焦在将来孩子更大一点 他要发展很多社会能力的情况下 可能我自己是这样啊 可能也有些家长和我类似 就是我们华人文化里比较讲究独善其身 尤其是说我们作为移民呢 可能我们要韬光养晦啊 我们不想这个太张扬 我们不想天天出去出人头地 但我们自己成绩很好 我们上一个好大学 然后我们有一个好工作 我们就很满足了 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毋庸置疑 但是我们最开头我也提到 整个这个北美社会呢 会觉得说对华人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就是觉得为什么华人的孩子 或者说华人这个长大了之后 上了大学进了职场 都没什么个性 然后都不太爱说话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反过头来想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长的想法是独善其身 这可能基于我们自己在中国的背景下 这个教育环境下的一种一种产物 但我们的孩子到了这个环境下呢 到了这个北美的环境下 我们是可以鼓励 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信息和特长的话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去进行更多的社交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真的没有能力 华人的智商啊 各方面能力都是有的 到了我们的二代的话 他的语言也不是一个问题 那这里面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 不要用自我的过去的经验 去束缚我们的孩子未来在北美环境中 可能发展的无限的潜力 并不是说华人孩子就当不了这个白人公司的高管层 我觉得这种天花板 这个在在北美社会有一个名字 叫Bamboo ceiling 就是一个竹子天花板 就是说这个华人就上不去 但我想我是挺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二代三代 未来的这个华人的后代里面是可以打破这种天花板的 但我们家长能够做的是呢 我们鼓励孩子去走出去 我们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去 能够立的各个族裔的黑人白人 还有这个穆斯林基督徒 我们华人不见得我们不能去立的 我们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leader的 所以最后这一点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希望啊 就是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之外 又想鼓励一下大家 然后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的孩子也在这边读书 也希望能够将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讲的整个的主题啊 关于领导力和情商 那么时间有限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理论和介绍一些简单的应用方法 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有不同的意见 都欢迎能够提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变得情商更好 领导力更强 谢谢大家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然后我在这个翻看上边提到的一些问题啊 然后我看到的话 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做一个解答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我看看尽量多的回答一些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就是谈到孩子的这个内向外向方面啊 内向呢 其实领导力呢 不见得是说一定要外向的人才有领导力 内向的人呢 也可以有 但是大家会觉得比较困难啊 因为他可能不愿意表达 不愿意交流 那别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看出来 他的领导力体现在哪里 但家长呢 也许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看看孩子 他内向他肯定有其他的强处 内向本身不是弱点啊 我先澄清一下 这个是个口误 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孩子的强项在哪里 我们去发挥他的强项 然后同时用这个强项去提升他的领导力 其实举例子来说啊 比如说我也看到这种特别内向的领导 他也做到很高的职位 他本身自己是不愿意说话的 但是他有什么呢 他有很强的目标感 他有特别强的社会责任感 然后以及他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那其实他是可以用自己的这些性格特点 去把其他的地方补上来 比如他学习能力很强 他天生呢 不爱说话 但是他这个学习能力呢 能够使得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到了中学大学以后去学习 他强迫自己去学习很多的这种演讲的能力 写作的能力 然后他通过这种能力去领导他人 影响他人 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并不是说领导力一定要外向 我想内向的人呢 关键是我们家长要发挥他的优势 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他自信 就是不要因为内向就觉得自己可能当不了领导 我们要鼓励他 让他有自信 另外一方面就是发现他的长处在哪里 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长处去来提升 比如说如果是领导力需要一些社交方面的能力的话 这个孩子他有目标 然后有决心 他愿意学习 他是可以用其他的技巧来提升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美国总统 他也不是天生很外向的人 但他就在练 他在练演讲 他有一个团队 然后他在不停的写稿 做public speech的这种training 那最后他也可以做的非常的好 他就是可以被大家选举上去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家长的情商和孩子的情商的关系 当然我不知道您的家庭说是不是家长真的不高 然后孩子很高 家长不高 但我想说的是呢 如果从我们这个情绪管理的角度来讲 一般来说 情商高的家长 培养出来的孩子 我能够观察到的 就从我身边的一些例子 这个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学术研究了 但从身边的例子看起来说 家长情绪管理的好的 孩子一定会学会他的情绪管理很好 就只要是你家长自己带的孩子 那孩子会跟着你学的 这个情绪管理很多都是在家庭作用里 而且在他很早期 就是比较小 10岁以前就已经够能够从家长身上学到了 那会不会把孩子拉低 这个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高低在什么程度 但正常来说呢 这个家长作为一个成人 他的理性脑发育已经很完备了 很少说家长的这个情商比孩子还低 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少见 但如果说这个孩子确实他可能比较早 就显现出了这种很强的同理心 能够查别人情绪 以及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 那我不能说这个不是这个先天的作用 就是他可能会有这部分的性格特点 所以那家长不一定要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会把它拉低啊 但我们家长就是不要干扰他的成长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家长也完全可以自己做一做情绪管理 然后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有那么的难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知道这个概念 而且也有意识的为了孩子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是可以往这方面去努力的 自我情绪管理 我自己喜欢怨天游人怎么办 您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也在想 就是其实刚才讲了一个慢动作分解 就很多事情的发生呢 我们在怨天游人 这是最后一步了 是我们的行动了 我们对着同一个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会不一样 比如说都是孩子作业写的不好 那这个家长可能觉得无所谓 另一个家长可能会发脾气 所以第一步呢 事实是摆在那里 第二步是我们自己的情绪 然后到最后这一步才是我们的反应 所以如果家长能够 就是如果说觉察到自己 可能这方面有欠缺 我们就先想一想 我们这个把这个东西分解一下 哪些是事实摆在那里的 然后其次我们再回想一下 说这个东西触发了我什么情绪 我们自我觉察一下 那最后就是我怎么样去反应了 这个佛系的方法 我不知道是什么啊 但对于我自己来讲呢 就是在自己这个行动之前 先慢一下 把这个动作分解一下 然后我就想一想 这个孩子可能哪些表现不太好 触发了我什么情绪 然后我的反应是先抱怨一下 还是我先自己这个 用我的理性脑去思考 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旦我这个理性脑在行动 就是我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我的情绪其实自然就会 就会被化解了很多 因为我思考的都是未来 说应该怎么做才更好 怎么去做决策 然后有些什么样的可行性 当你想这些的时候 情绪是没有机会去发作的 它可能自然而然就消解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抱怨 往后拖一拖 就我们先 hold得住 然后想办法自己解决一下 培养孩子领导力方面 在性别方面 这个领导力的研究 其实尤其是在美国那边 会有特别多的针对不同性别的 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听过 林荫这样一个演讲和那本书 其实讲的就是女性领导力方面的 不可否认 在北美其实和亚洲比较相近 传统家庭的角色 都会对女孩子有另外一种偏见 就觉得女孩子是那种比较偏情感性的 应该比较关心别人 然后甚至说愿意自我牺牲 为了他人做奉献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这种形象的领导 所以如果女性表现的像男性 那种特质大家通常认为的比较决断 然后关键时刻能够拍板做事情 往往会被大家觉得有点质疑 这个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刻板形象 这种偏见会深植在一些社会的这个职场观念里 所以即使我们在这个北美的职场 也会发现这种问题 就是说大家会发现这个问题会想解决 但我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潜意识里还是存在的 但对于我们家长呢 其实我在想的是第一呢 从我们情商的角度来讲 我们其实女孩子在这方面啊 我觉得会在比男孩子更早期的发育出这种能力 他能够比较好的去体会别人的情绪 他也是比较情感导向的 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发挥女性的这种 女孩子的这种特长 同时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没有必要让这个女孩子 就是因为她特别感染别人的情绪 我们就对她的要求额外的高 其实这样我觉得也不公平 而往往我们会觉得说男孩子不懂别人的情绪 不懂就不懂吧 没关系所以这种我们自己家长呢 尤其是女孩子的家长 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女孩 就是那么的懂事 那么的委屈 那么的温柔 体贴 其实她是可以 我们可以说未来社会中 这个尤其是在职场 在学业中 我们是鼓励她和男孩子一样 我们都是去努力的去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 我们没有必要去特别强调她女性方面的那种 就是本能上比较关心别人 比较关系导向的那种那种特点 可以